提起辽宁队的富豪 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事 富豪在八一队效力的五六年 他在三分线外 一共只出手过九季三分 无一命中 而在加盟辽宁后 仅仅用了一年时间 他就成为了辽兰三分线外 最稳定的高炮台 在富豪的第一个赌冠赛季 更是在季后赛 以47.6%的命中率 场均扔进接近两季三分 从这件显为人知的小市场 可以大概洞悉出富豪的一些性格特点 沉稳 内敛 能吃苦 而在赵继伟的某次直播中 一句富豪心重了 也缓缓道出了 这个外表阳光帅气的大男孩 深邃的内心世界 他是前八一队的当家球星 是CBA的五十分先生 是辽兰情商拉满的 最佳外交发言人 也是手指脱臼 都能掰回来继续战斗的勇士 但在富豪心里 却一直住着一个心思细腻的孩子 他在生涯的巅峰时期 放弃无数球队的高薪挖角 选择从八一队直接回到辽宁 成年人都会权衡利弊 但富豪却像个孩子一样 觉得为家乡效力的这种荣誉 千金不换 在面对质疑时 他也没有在镜头前 委屈诉苦 像个孩子一样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 在夺冠采访中 于记者引导下 拆他路心扉情绪失控 泪傻当场 他在八一队 是场均二十分的绝对一哥 却甘心在辽兰 充当蓝领角色 牺牲大量出手拳 干着张活泪活 我们却从未听到过他一句抱怨 97年出生的富豪 今年27岁 新年一世 回望富豪篮球生涯的风风雨雨 他好像一直都是那个风尘扑扑 赤胆忠心的少年 没有任何改变 但我始终觉得 从小就心思重的富豪 可能会有些不快乐 把镜头拉回到1992年奥运会 中国女篮一路过关斩将 杀入决赛 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追忆往昔 光辉岁月 莉莉寨木 那只铁血玫瑰的队长 既不是内线杀戏郑海峡 也不是张正林的母亲王芳 而是来自沈阳部队的展书萍 奥运会结束后 展书萍与刘兰主力中锋副尾 喜结莲礼 1997年生下一子 取名富豪 在小富豪年仅6岁时 他的父亲不幸离世 在翻找资料时 看着前辈富豪的照片 我的眼睛在某一瞬间 不禁有些发酸 从脸型到挺拔的高鼻梁 继承了关于父亲的一切特质 包括看不见摸不着的 溶解在血脉中的缭乱精神 真的没有什么故事 比传承两个字更动人了 彼时 展书萍带着沈步女兰四处征战 辽宁老一辈体育人 都有着蛇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 展书萍指导 当然也不例外 这也导致他根本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照顾小富豪 只好在小富豪色位大一些时 将他托付给了老教练王长路 王长路是辽宁清训的金字招牌 和富豪在同一时期 送到他手中启蒙的孩子 还有如今的女男名将李梦 名帅李春江的儿子李金龙 富豪跟着王长路 一直练到12岁 身高也穿到了一米九 并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扣篮 但比起篮球技术的突飞猛进 更难能可贵的是 富豪这老教练 言传身教下 学到了专注执着 不畏困苦的硬朗作风 这也是他篮球生涯中 最为宝贵的财富 2012年 富豪进入优势五国少队 彼时的少年 傲然站在 全国同年龄段内线的塔尖 他与身边同为天才 性格张扬的队友稍显不同 自由上父 家长与母亲聚少离多 富豪相比于其他孩子 多了一份成熟和谦逊 心思也更为深厚缜密 富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 几乎自虐式的高强度训练 十年如一日 篮球不会说谎 球场上所有的成绩 都藏在训练场上的汗水中 在2013年 U16亚青赛上 富豪与广煞双子星 吴金秋与赵元浩 组成三叉戟 成功率队独冠 他场均12.4分 4.8篮板 是球队 内线的坚实屏障 在与菲律宾决赛中 吴金秋遭遇犯规困扰 提前毕业 富豪在比赛的最后阶段 英雄般的站了出来 他连砍4分 杀石比赛 全场轰架22分 外加18个篮板的大后两双 2015年 年少成名的富豪 顺利进入CBA 加盟8一篮篮 那年的他 属于风声鹤唳的18岁 心里有火 眼里有光 望着八一铁军 辉煌过后的顿壁缠缘 少年轻哼一声 青山轴马 幻想着逆天改命的理想主义 他与好友周宇辰 兄弟齐心 世间网狂澜于祭道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篮球之路 一帆风顺的富豪 怎么也想不到 接下来的五个赛季 他所在的八一队 只能赢下可怜的32场比赛 都没有杨坤一年演唱会的事数多 更让他绝望的是 好兄弟周宇辰倒了 遭遇任带堕裂的肘子 整整三年 没有打过一场球 富豪接下来的路 又该怎么走呢